美白牙膏是所有民众都可以使用的 但是要 造成法郎值的磨损 产生敏感性牙齿的情形 大家好,我是矫正专科医师林汉宇 今天要回答大家关于牙齿美白的问题 平常我们刷牙主要的目的是 去除牙齿上面的牙菌斑 避免细菌造成牙龈发炎和牙齿蛀牙 刷牙本身并不会让牙齿变得更白更漂亮 如果希望牙齿变得更好看 还是需要牙齿美白的治疗哦 第一种是美白牙膏 美白牙膏又分为物理性的美白牙膏和化学性的美白牙膏 物理性的美白牙膏含有一些小颗粒 来去除牙齿表面的色素污垢 化学性的美白牙膏则是利用化学物质来溶解表面的色素污垢 那美白牙膏是所有民众都可以使用的 但是要避免使用过度造成法郎值的磨损 产生敏感性牙齿的情形 如果原本就有一些敏感牙齿的状况的病人 则不建议使用哦 第二种是美白牙粉 美白牙粉也是使用物理性的颗粒来混合牙膏做使用 利用物理性的颗粒来磨除牙齿表面的色素污垢 适合长时间抽烟 吃槟榔 喝茶 喝咖啡等 腌够茶够比较严重的病人 但是美白牙粉对牙齿表面的磨损是更快速的 所以建议咨询牙医师进行喷杀美白 对牙齿的伤害会比较小哦 第三种是美白牙托 美白牙托是使用浓度10%以下的过氧化氫 来涂抹在牙托里面再套上牙齿 利用过氧化氫的化学效果让牙齿颜色慢慢的变白 美白牙托适合说想要进行牙齿美白治疗的民众做使用 人体本身是可以分解过氧化氫的 所以本身并没有太大的毒性 但是在使用时还是要避免药剂接触牙龈造成刺激性的伤害 如果有磨牙习惯的民众 还是可以使用美白牙托进行牙齿美白治疗 但只建议在牙齿美白治疗完成后 睡觉时可以佩戴硬式的咬合板 减少磨牙造成对关节的磨损和疼痛 除此之外 坊间也常见牙齿美白笔 以及居家美白贴片等等美白产品 他们也是使用过氧化氫等化学物质来进行牙齿美白 但是在过度使用的情况下 可能会造成牙齿敏感、酸痛 甚至牙髓发炎坏死的情形 所以要进行牙齿美白的治疗 还是建议咨询专业的牙医师 进行整体牙齿美白的评估 才可以让牙齿整体白得更均匀 更漂亮哦 最重要的是 除了使用美白牙膏以外 如果使用任何化学药剂的方式 来进行居家牙齿美白治疗 一定要配合牙医师 在牙医师的追踪之下 才可以安全地进行牙齿美白哦 喜欢我们的影片请按喜欢 有点怪 好 再次 喜欢我们的影片请按喜欢订阅 并开启小铃铛哦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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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